据环球网7月1日元银美媒报道 中国曾感慨无法把一颗土豆送上太空 但如今该国正将视线投向火星 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首颗人造卫星 引发一场与美国的太空竞赛 然而内侍在这场竞争中还不见中国的踪影 今年3月中国强调太空探索是一项前沿技术 将专注于研究宇宙起源与进化 去年6月中国建成能与美国全球定位系统相媲美的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去年12月一艘中国航天器携带月仰样本 从月球返回地球 本月稍早前中国向自己打造的空间站 派遣了首批航天员 在今年5月将一艘探测器送上火星后 中国希望在2033年首次在这个红色星球 开展载人航天任务 今年来中国在申请空间技术相关专利方面 更为积极 2000年至2021年 中国的实体申请了6634项与太空旅行有关的专利 其中近90%是在过去5年半位提交的 2016年1月至2021年6月 前三大专利申请实体都来自中国 Gary B公司知识产权解决方案副总裁 维卡斯甲表示 这些专利不仅标志着中国在航天方面的创新水平 也是保护这些创新以获得起航天相关技术经济优势的一项 深思熟虑的战略